来问一下一辉老师吧 对于证券您的看法 证券其实我们在本周一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拍大腿了 对吧 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吧 因为这一波证券来讲的话 属于带情绪的 这是其二是零赏的 其三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能够有一种感觉 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7号 刚刚开户的这些小伙伴们 那基本上10月9号 可能都是先选择的是证券 那证券当时被牛起手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 那又创出新高 而且今天又形成一个飙涨 对吧 那就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的是都赚钱了 都解套了 对不对 那同时来讲 昨天为什么形成冲高回落 其实我们强调过是什么 有一些新股民 刚刚解完套了 就想了算了 我出完之后 我再进别的去了 所以说昨天证券 就出现了冲高回落 那今天这个上涨 异动 异动吧 这个异动呢 我认为还是指数呢 可能一个是从人气上 从指数上呢 就像我们所说的 会不会往这个前期的高点上去 这个我们要关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我补充一下刚才 我们的沐阳老师讲的这个房地产 可以 对吧 我们讲一下 这个还是刚才咱们可欣 你讲的这个数据 其实不是由于这个数据 所带来的上涨 我们刚才包括在前期强调过 八月底的时候 这个数据可没有形成上涨 还是在下行的 但是在八月底的时候 它已经见底了 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当时的 政策导向是通过房地产 毕竟是支柱型的企业 然后呢 然后要干什么呢 解决不管是消费的问题 解决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工作 这个收入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重心 因为房地产站在整个GDP接近于60% 所以说它的相关性的上下游的起行业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看一看房地产当时的政策 我强调的是什么 石破天津的政策 对吧 那转变就是在924 当时的是什么 存款就是存量房贷款利率的一定的下行 是不是 所以说我想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你要现在的资金导向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国投资本 它是可以说是这些持有大资金的 是导向要当央企的价值发现者 我再仔细听一下 央企的价值发现者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现在对于房地产的这些上市公司而言 我建议暂时你先放一放 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步 那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央企的这些相关性的房地产公司 你关注建筑 因为建筑类的这些央企的上市公司 是我们现在而言下一阶段 他们要当什么价值发现者 所以我们在前期强调过房地产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是什么 是建筑和建材 我被我们听清楚了 所以说现在而言的话 单纯的某些招保万金啊 这些的 那我觉得可能不是首选 但是首选的是以建筑 以中字头为首的 以央企为首的 因为这是他们所畅讨的 做央企的价值投资 我讲得非常清楚了啊 将这些招保新记录的价值投资 我今天说他们没用到 我 и去建筑 但是这个招保